欢迎您来到我们六度中国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梁骏 今天的新闻非常丰富 首先我们要谈到菲律宾与中国在南海的紧张局势 近日菲律宾海军与中国海警在第二托马斯浅滩发生冲突 马克思总统明确表示 菲律宾不会挑起战争 强调和平解决争端的重要性 接下来我们带您关注一项令人振奋的科技进展 深圳大学团队首次实现海上封店 直接使用海水至清 至清纯度达到99.9%至99.9%解惑 这一突破性的成果已经刊登在国际期刊《自然通讯》上 最后我们来看中俄关系的新动讲 中国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腾七华继日访问俄罗斯 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会议 强调双方将不断巩固政治互进 深挖合作潜力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德国之声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周日 6月23日坚定表示 马尼拉不会因南海争端与北京开战 这一表态是在菲律宾海军士兵与中国还仅在第二托马斯潜滩发生冲突 并有非方人员受伤的背景下做出的 马克思在讲话中称赞了菲律宾军队在强烈挑战下表现出的极大克制 重申菲律宾希望套赏十任盘 重申菲律宾希望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端 绝不挑起战争 他告诫菲律宾海军在执行任务时不得诉诸武力或恐吓手段 并表示菲律宾不会向任何外国势力屈服 尽管冲突不断升级 但马尼拉上周五表示 没有理由启动美国菲律宾共红防御条约 因为重统防御条约 因为构成武装攻击 中量社在俄罗斯总统普丁访问北韩及越南后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清华 于19至23日绿团访问俄罗斯 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议 腾清华在访问期间 会见了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沃洛丁 联邦委员会副主席科萨契夫 定于国家杜马副主席巴巴科夫 共同主持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联合工作组第二次会议 腾清华表示 中俄元首的战略引领下持续高水平运行 中方愿与俄方不断巩固政治户信 胜推中俄关系行稳致中俄关系行稳致远 俄方则表示愿进一步拓展双方立法机构合作领域 为深化俄中全面战略协作和增进 两国人民影益作出贡献 星岛日报中国环保能源研究再有突破 深圳大学团队首次实现以海上风电直接使用海水 至清 至清纯度达到99.9%至99.9% 相关成果已刊登在自然突叙上 深圳大学教授谢和平团队与东方电气集团合作 构建出在真实大海环境下 利用海上风电驱动海水至清的全新与技术 科研团队通过建立相变迁移海水无弹化人为直接至清理论模型 实现了500小时以上的稳定性 并在星跨湾成功验证了实验室模拟环境的可惜性 至清纯度高达99%至99.99% 纠结着中国标志着中国在可再生能源和海水至清领域的重大进展 德国之声在一场野人注目的视频会谈中 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与欧盟贸易专员东布罗夫斯基斯达成一致 决定就欧盟对中国电动车的反补贴调查展开磋商 这一日决定是在欧盟宣布计划对中国电动车征收高达38%的关税后做出的 此举引发了广泛关注 尤其是在德国副总理兼经济部长哈贝克访问中国期间 他形容这是外向解决问题的良好的第一步 哈贝克指出尽管欧盟威胁征收关税 但这并非惩罚性关税而强调开放市场的重要性 并表示双方已就初步谈判路线图达成一致 中央社中国南方的豪雨已经蔓延至华中地区 甚至波及东北的黑龙江省 湖南省淮化市新晃洞足自治县 发生山坡地崩塌 导致四栋房屋倒塌 导致四栋房屋倒塌 造成一人死亡 八人失踪 园林县五墙西镇也应特大暴雨引发水位暴涨 造成一人死亡 一人死亡 一人失踪 此外 黑龙江省七台河市 应暴雨导致河川上游水量增加 出现灌溉渠低防崩塌 洪水漫流进入城区 农作物受灾面积超过四万亩 中国气象局已将暴雨应急响截二级 预计未来十天长将中下游地区降雨集中 致灾风险高 星岛日报 内地新香料市场近期出现大幅涨价潮 尤其是胡椒价格飙升最为显著 广西玉林作为全国和全球重要的香辛料集散地 胡椒价格从每公斤约20元人民币厂至最高90元 目前稍微回落至70元一公斤 业内人士认为市场需求并无明显变化 推测背后可能有资金炒作 胡椒价格的急剧上涨引发了广泛关注 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内价格可能会有所回落 此来其他香料如小茴香和肉扣的价格 也随之上涨 市场人士分析称 这波涨价潮背后有黑手炒卖的可能性较大 青岛日报报道 随着内地高考成绩录取公布 考生阁家长们再次陷入志愿填报的焦虑之中 为了提升录取几率 不少家庭选择花费数千至二万人民币 请志愿规划师提供咨询服务 然而尽管这些机构声称拥有内部数据 能够精准填报志愿 但实际效果却未必如预期 一些考生在花费拒资后发现被录取的专业并非心仪选择 甚至怀疑自己遭到误导和骗财 市场需求的激增使得高考志愿规划师行业迅速扩展 2023年市场规模已达紧 5亿元预计2027年将达12.2亿元 然而服务质量量有不齐 有些机构只是看人下菜提供的信息滞后且不准确 专家建议好生和家长应理性对待咨询服务 保持个人判断力和辨识力 以免被误导 德国之声报道 全球数百万驾车者正在转向电动汽车 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减少碳足迹 然而电动汽车在生产过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量 比燃油汽车更高 但在使用过程中由于不燃烧化石燃药 电动汽车的整体碳排放量较低 单排放量较低 根据瑞士咨询公司INA4S的研究 电动汽车在行驶2到3万公里后 即可抵消其碳足迹 而在德国或其他欧洲国家 则需要6到7万公里 尽管如此 电动汽车的电池材料开采带来了环境挑战 如理和谷的开采导致水源枯竭和栖息地破坏 电动汽车电池具有高回收性 但大规模回收可能要等到15到20年后才会普及 专家建议如果驾车额频率较低 或者可以使用公共交通或汽车共享 可能是更环保的选择 德国之声道道 土耳其将对所有中国产汽车征收额外关税 每辆车加征40% 最低7000美元 此前土耳其已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特别关税 土耳其汽车行业对此表示忧虑 认为额外关税将进一步推高价格 尤其是在通货膨胀严重 民众收入相对较低的情况下 汽车销售协会安网埃塞菲利主席认为 这一措施是对自由市场的干预 可能导致欧洲车商提价 二手车市场也可能因此受到影响 另一方面 土耳其希望通过这一措施保护本土汽车品牌 如TO GG 既吸引中国汽车制造商在土耳其投资 奇瑞已经宣布将在土耳其建厂 但业界人士表示 还需观望这些投资计划是否会变成现实 诺依克在宾复法尼亚大学 诺依克在宾复法尼亚大学就读期间 通过于这频道寻找观众 然而他的形象被盗用 竟被人工智能技术 变成了一个自称精通中文的俄罗斯女孩 出现在中国社交媒体上 这些虚假账号不仅拥有数十万粉丝 还通过销售俄罗斯糖果等产品引力 诺依克感到非常不安 因为这些虚假形象在宣传他从未会说的话 专家指出 这些形象是人工智能通过盗用真实女性的形象生成的 通常这些女性并不知情 这些虚假形象被用来向中国单身男性推销产品 诺依克的遭遇只是冰山一角 在另一篇文章中 德国之声报道的细罗的辉煌足球生涯 和他在2024年欧洲杯上的再度出征 39岁的罗纳尔多在开赛前仍然感到紧张 他希望带领葡萄牙队再次夺冠 这是他第六次参加欧洲杯 他已经创下了多个记录 包括欧洲杯14个进球的记录 罗纳尔多的足球之路从12岁加入里斯本竞技队开始 逐步走向国际舞台 效力于曼联 皇家马德里等顶级俱乐部 并成为全球收入最高的运动员之一 尽管面临批评 罗纳尔多依然在球场上表现出色 带领葡萄牙队预选赛中取得佳绩 最后德国之声报道了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现状 尽管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的房地产需求有所回升 但小城市的需求依然低迷 中国政府通过降低房贷利率和首付比例等措施 试图刺激市场 但效果显然不平衡 大城市由于供需平衡政策效果较好 而小城市因供过于求 房地产市场依然疲软 专家表示 小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可能会继续拖累经济 尤其是那些依赖房地产的小型地区银行 高盛集团预计 未来几个月中国将采取进一步的宽松措施 但房地产市场可能会经历较长的停滞期 中央社台北23日电贵州茅台酒作为中国高端消费体 近期因假茅台被鉴定为真酒的事件引发广泛关注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报道称 记者网购了一瓶自制的假茅台 结果被武汉茅台公司打假办鉴定为真 此事在网络上掀起热议 网友们嘲讽茅台酒防伪系统的漏洞 贵州茅台随后在官网发布声明 承认鉴定员操作不细致 并表示将加强产品鉴定管理和防伪溯源体系 尽管茅台酒在市场上仍然是高端消费品 但批发价和售价却持续下滑 部分网友担心此次事件会进一步影响茅台价格 星岛日报报道 天后李文雕像安放在武汉石门峰纪念公园引发争议 改公园官方解释称 公园封为景观区域和安藏区域 李文雕像位于安藏区域面向所有人开放 工作人员表示李文作为客户 其家人和粉丝有利雕像的需求 公园予以接纳 石门峰纪念公园不仅安藏烈士 还有院士教授等名员 尽管李文雕像的安放引起了部分质疑 但公园表示这是正常的服务安排 园区是开放性的 任何逝者都可以安葬在这里 星岛日报报道中国海油宣布 中国最大海上自营油田 随终36到1累计生产原油突破1亿吨 成为中国第一个生产原油超一吨的海上油田 该油田位于渤海湾北部 于1993年投产年产原油高峰期超过500万吨 中国海油天津分公司副总经理张春生表示 这些原油可供千万级大城市使用约20年 为了进一步挖掘油田潜力 油田人员实施了二次调整项目 计划兴建平台和开发机 预计全年可释放产能100万吨 该项目是中国海上规模最大的二次调整项目 预计2024年2月投产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成立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